来回想一下这个月不晓得大家觉得好像台风特别的少 其实今年整个八月是零台风没有台风 这破了气象史的记录 跌破了专家的眼镜 当然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台风没有来会不会缺水 或者是秋台增多了 还有气象局预估说 今年中秋节满月的最大值是出现在中秋节的隔天 也是农历的八月十六 台湾要看到皎洁的明月满月的话恐怕要等一等 还记得每年八月都要躲在家避台风的状况吗 但今年八月特别奇怪了 快到月底西北太平洋却连一个台风都没生成 跟八月平均值5.6个台风相比 今年可说是台风黄 今年八月印度季风它并没有向东升展到西北太平洋上 因此在八月份影响台湾台风的温床 像西北太平洋上是一个高压带 所以非常不适合台风形成 原本气象局预估今年台风季 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29到32个 青台台风预估会有3到5个 但整个八月惊巧巧 不过九月与十月仍可能会有台风生成 明中要提高警觉 就以九月到年底来说以气候值上看起来 还是可能会有12到13个台风行程 是否因为秋台增多 气象局不敢大意 而八月无台也让人担心缺水问题拉警报 而相军秋节将至的中秋节 根据香港天文台公布 满月的最大值将出现在中秋节隔天 想在中秋节当天看到皎节的月亮 恐怕要失望了 记者吴平英林正坚台北报道